第207集 一直在聽黃華說話的笑容, 笑了一下 呵呵, 剛好在那個時候 你背後那個人都在嗎? 按道理來說 你們兩個養的那隻鬼仔 就肯定對付不了霍狗魂 甚至 第一批來的沿門官方團隊的人 你們應該 都不可以完全控制了 不過萬幸的是 雖然第一次你們做的事差點被人發現 但畢竟都被你們力玩狂難 而這個鷹縮陣 都被你們用了些巧妙的手段來掩蓋 才沒有被人發現 嗯, 讓我猜一下 是不是 在第一批人離開之後 你們 就向你們背後的人發出了求助 而他都不知道 是不是覺得你們還有利用的價值 或者是 你們這裡還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是他想要的 又或者是 他怕你們被人抓了之後 會威脅到他的身份 所以他就來了 但是就更不幸運 距離的時候 剛巧遇到霍狗魂帶著人來調查 而霍狗魂 就肯定是跟他發生了什麼正面的交鋒 他怕這件事會出什麼批漏 然後就直接殺了霍狗魂 是不是 說到最後 笑瑩語氣之中的肅殺之氣 令到不出聲的黃華 都忍不住震了一下 只不過 到了這個時候 就算 笑瑩已經把這件事 猜到七七八八了 但是黃華把口還是很密實 他什麼都不說 但是呢 如果說之前的說話 還在黃華的承受範圍的話 那笑瑩跟著下來的說話 就徹底打碎了黃華所有的心理防線 和他內心最深處 一直極力想忽視的怪異之處 在短暫的直情之後 一陣微風吹過 整片的嬰叔花在隨風搖曳 笑瑩語氣淡然 但是又近乎殘忍地說 黃華 其實 你早就注意到了 是不是 早在你背後那個人 逼不得殺出霍狗魂的時候 你 你爹 甚至整個皇家村 這個苦心經營了這麼多年的據點 都已經被他徹底地放棄了 笑瑩的說話 揭開了黃華一直以來 最不敢面對 也是最不願意相信的事實 在聽到笑瑩說的話之後 黃華終於都維持不住 她那個所謂的沉默和不屑 她甚至是揭屍底里 欲蓋離章地向笑瑩大聲喊 不可能的 你亂這麼說 大人 大人 大人他有什麼可能會不理我們 大人一直都說 黃家村是個最寶貴的財富 這裡有最多最濃烈的淚氣 是滋養小鬼最好的溫傷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但單單就在黃家村 就不知道引辱了多少個小鬼 而就在黃華幾乎浪命地 對笑瑩喊出這樣的說話之後 她好像突然之間反應過來一樣 她的瞳孔在劇烈地震著 很快 她幾乎是一面不可自信地看著笑瑩 憤怒而又怨恨地對著她大聲在咆哮 你這個惡毒的死婆娜 你居然等我好雞 是吧 你有什麼可能知道大人的想法 你果然就是跟大人所說的一樣 陰險狡詐 手段神鬼莫測 深思深沉陰濕 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你說的話 你這個謊話精 講完這句話之後 黃華就像著魔一樣 她不停地神經室地在重覆著 大人是不會放棄我的 大人 大人一定不會放棄我的 她不會放棄我的 她不會放棄我的 對於黃華這樣的反應 笑瑩勾了一下嘴角 人心就是這麼脆弱的了 只要她曾經在心裡有過這樣的猜測 一旦有人給她一個心理暗示 她自己就會不停地反覆推測 然後 在通過各種角度想推翻這個推測 反而會令到這個推測越來越真實的時候 她的心理防線就會變得好像紙一樣的脆弱 只要輕輕一桶就會穿的了 眼看著黃華已經要因為蕭瑩說的話 而徹底崩潰的時候 蕭瑩好好心地決定主動幫她一次 徹底握爛臉 送她到地獄 黃華這個時候 在不斷地回憶著 霍九雲出事之後 大人的表現 她越想越覺得 蕭瑩的說法是對的 於是 就陷入了深度的焦慮和恐懼 這個時候 蕭瑩的聲音傳了過來 哦 不會放棄你 那 你那個所謂的大人 在髮九雲出事之後 有聯繫過你嗎 哦 換句話來說 你 還可不可以聯繫得到她呀 啊 你自始始終 知不知道你那個所謂的大人 生什麼樣子 叫什麼名字的 蕭瑩說話剛剛才說完 黃華徹底就安靜了 甚至 好像連呼吸都已經忘記了 殺人諸心 也不過如此 這一次 這一次 蕭瑩終於認真地 看了一眼 這個不再神經質 在暗暗沉沉 自我安慰的人 見到她整個人 已經徹底灰敗的臉色 以及 已經暗淡無光的眼眸 蕭瑩難得很認真地問了一句 黃華 你爸爸雖然是罪行滔天 但是你的行為 絕對都稱不上大義滅親 你爸爸雖然是罪行滔天 你們兩個一擔擔的 頂曬籠就叫狗爭狗關 只不過呢 殺了你爸爸這件事 如果是你自己自發的行為 那就算了 但是 如果是你身後那個人教唆你的話 你不如認真想想 這樣 你就真的被人賣了 還幫人數錢 甚至 連自己親生老爸的命都搭上去 說到這裏 少盈忍不住 相當軟式感 疾了一聲 她另一頭繼續問 唉 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你那個什麼 大人 都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 你說 她會不會來救你 第208集 隨著蕭瑩的說話 不斷地深入 也不知道 是否蕭瑩說的哪句說話 說中了黃華的心事 黃華終於開聲 將以前發生的事 向蕭瑩說出來 在當年 黃家村的村長 之所以要跳崖求雨 其實是因為這條村 在極度干旱貧窮的情況下 長達半年那樣 發生人食人 逆子而食的故事 原本在那個時候 各地也是十分困難 在北方 雨水本泥就很少了 在之前 偶爾吃黑樹皮 還可以勉強倒日 但是 自從那次乾旱之後 一切全部都變了 一開始 面對農田 一點修成都沒有 大家都算是習慣了 還在這裡忍住 直到 有一戶人家實在忍不住了 等到眾人發現的時候 他們剛剛出生的女兒 就已經剩下彭骨了 這個世界上 凡事只要一開頭 就會撒不住車 後來 大家已經習慣了這樣的事了 老村長 他其實也是個好人 但是 他實在是管不了那麼多了 大家都想生存下去 如果他一定要管的話 那就是看著這群人去死 伴隨著九漢之後 甘露的落下 老村長他 熬不過自己內心的煎熬 最後 還是選擇了 在懸崖之上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故事裡面 那些所謂的 被衝上河岸 沒有被污染水源餓死的屍體 其實也只不過 是為了美化這個故事 神化村長的死 求你雨水這種說法 事實上 這裡的人 就來餓死的時候 就會被眾人分食 而他們的白骨 最後全部埋葬在這裡 王華講完之後 深深地吐出一口氣 他看著身邊的甘露花 繼續在這裡說 後來 按道理來說 這件事就算是過去了 但是想不到 自從那次之後 不知道 是不是年輕懸崖下面 埋葬了太多人的白骨 聚集了太多的淚氣 一定會有人 無意識地來到這裡自殺 而他們 達落了懸崖後 哪個平台上的時候 賤出來的那些血液 竟然都是黑色的 那時候的村長就覺得 肯定是這村當年的事 最集足過多的怨氣 所以這些冤魂 才會來這村裡面索命啊 一時之間 村裡面簡直就是人心惶惶 那時候這村裡面 走了很大一批人 而那些不願意走的人 但凡只要是吃過人 或早或遲 他們最後的下場 幾乎都是在這個懸崖之上 還跳崖身亡 極少是有正常壽終正寢的 那幾年啊 皇家村幾乎要滅村 後來 為了快速流低血脈 亦都是響應上面的政策 村長就叫村裡面的人 生多些小孩 那時候的人都沒有什麼文化 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近親不近親啦 觀念還停留在古代的時候 表兄妹還可以結婚的 而一條村就得雞碎那麼丁對人 所以 在這樣的風氣之下 村裡面很快就出現了 第一批的K型的小孩 而這批小孩 最終也埋葬了在這個地方 呃 講開又講 蕭瑩聽到這裡的時候 她真的覺得 皇家村這些人 腦回路是否有什麼問題啊 是否有病啊 那些人 在這麼大的山卡拉裡面 是都要將這些 陰氣這麼重的屍首 全部埋葬在同一個地方啊 她們是怕 那些屍體想打麻將 不夠腳啊 想到這裡 蕭瑩很無語地扶了一下額頭 而皇華看到蕭瑩這樣的表情的時候 她也很尷尬地停了一下 過了很久之後 蕭瑩對著皇華 握了下手 示意她 繼續說 皇華沉默了一陣之後 就繼續開聲 自從那批吃人肉的人 陸陸陸陸陸陸 刮死老襯之後 村裡也有意識感 沒有再進行近親結婚 人口情況也有了明顯的好轉 但是很快 一個新的問題 又擺在村子面前 那就是 貧窮啊 古往今來 貧窮也是最消磨人意志 毀滅人性的一件事 因為這條村先天的地理環境 非常之惡劣 就算在老省這種種植大省 也沒辦法種植出 可以自給自足的糧食和裝飾 而官方的扶貧和寶座 在很多年前 又有很多灰色的用途 最後 可以來到百姓手上的 真是少之又少啊 黃華還記得 在他剛剛認識的記事的時候 也就是九幾年的時候 他們那裡的人 連饅頭都沒得吃 一開始 他爹都不是這樣的 他都曾經真心實意地 為村民作過打算 但是 好像他這樣一個 連小學都沒畢業 從來都沒見識過 外面是什麼世界的人 實在是想不出什麼辦法了 他都曾經想過要豁出條命 整個人滾在院政府門口 想那幫人來看黃家村 但是那個時候 又哪裡像得現在啊 細度黑暗 人心不古啊 說到這裡 黃華好像終於解脫了一樣 他閉上眼 無聲絕望地笑了一下 而在旁邊正正聽著的蕭瑩 看到黃華這樣的表現的時候 他都聽明白了 蕭瑩就說 這個世界上從來都不存在 完全的黑或者完全的白 每個人都有他的兩面性 但是這並不代表一個人的線 可以遮掩他所做過的惡事 這兩樣東西從來都不是做加減法的 你爸爸黃複歲 或者他一開始 的確是想帶著那些村民致富 讓每個人都有飯吃 但是他這樣的年紀 這樣的身體 養一隻他逐漸無法駕馭的鬼仔的結果 必然就是沒有底線 沒有子盡的血肉供奉 和身體心靈被雙重腐蝕食 而他還殺了那麼多人 教唆引導那些還在花季之中的女孩 做了那麼不堪的事 就是為了幫他提供年幼的弟弟 簡直就是最無可恕 最大惡極 或者你那位大人 都是在你們黃家村山窮水盡的時候 找到你們 為了給你們那條山路走的 至於他究竟是怎樣救你們的 看著懸崖下面的情景 再結合之前在村裡的發現 我已經猜到他用什麼方式了 無非就是幫你們養鬼仔 還帶你們種了這些極惡之花 發了橫財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這個其中 他又何嘗不是在利用你們 來做他那些不為人知的壞事 更何況 一隻這樣的鬼仔 一開始被你和你爹兩個人同時養住 但是現在這隻鬼仔 就在你這裏合二為一 難道其中的心意 你還參透不到嗎 二百零九集 二百零九集 少盈繼續在這裡說 你都可以覺得 我在陰謀論挑撥離間 你和那個什麼大人的關係 只不過,反正在我看來 你那個所謂的大人 他的目的無非就是 一開始就等你和你爹 分開來養這隻本來是一體的鬼仔 在你爹逐漸失控 導致這件事被外界知道之後 就等外界的人來調查 而你呢,在見到你爹自私自利之後 就起了異心,急攻近利 以及在外界的壓力之下 你最終就會選擇和你爹抱在一起死 一個夜郎自大,盲目自信 但是已經昏庸到 或者有可能連上位者 都已經不放在眼裡的老人 和一個處心積累,有心取而待之 有自覺,深受上位者賞識 並且也受到點撥的年輕人 拿腳趾尾來想都想得到 到最後,會贏的人是誰了 而且,看看你現在的鬼仔 和我來的時候,你爹的屍體 上件事都很明顯了 說到這裏,笑瑩冷眼看著眼前的黃華 停住了要說的話 故事說到這裏,差不多也說完了 笑瑩有些煩躁感受了下眉頭 她已經對這個扶紐,糊糟糕到 充滿了令人作嘔氣色的懸崖之下 感到無比的厭惑 這個長年有著想裂寒風刮角的山谷之中 彷彿無時無刻有著數以千萬的冤魂 在這裏發出絕望、淒利的蠔叫聲 聽著這些這樣的聲 笑瑩只是在這裏站了一陣 她的耳膜就一陣陣地發痛 她甚至很難忍地想掩住對耳 笑瑩靜靜地在這裏想著 她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一個這樣的極陰之地 令到她在這裏耳耐了 都有一種微妙的、很不爽的感覺 笑瑩也免得再跟黃華在這裏浪費時間了 她看著黃華,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黃華,告訴我 你身後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還有,霍九雲條絲,你們藏在哪裏? 就在笑瑩問出這個問題之後 本來還好地地躺在地上的黃華 突然之間就抽搐了起來 在看到黃華整身不受控制地 劇烈抽搐著 反白眼、吐白抱的時候 在那一個瞬間 笑瑩突然之間有一種很清晰的感覺 那就是,眼前這個人快要死了 一直站在旁邊看著這一切的章號 在笑瑩的眼神示意之下 重新走過來了 她看著這個不停在抽搐著的黃華 快速幫她鬆綁,並且進行急救 然後還很急速地問 蕭瑩,黃華做甚麼?為甚麼這樣? 蕭瑩猛了一陣子之後 很快又反應回來 哦,很有可能 是黃華的身體已經沒有辦法承受 她養著這隻鬼仔的能力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道理 打斷了她的正常步驟 再加上,我剛才搞了這麼多事情 加劇了她身體的負荷 所以,在巨大的消耗之下 她現在的身體已經出現應激反應了 但是,如果再這樣下去 她很快就會死了 聽到蕭瑩這樣說 蕭瑩手上急救的動作 完全不敢停下來 她一邊急救,一邊在這裡說 那現在有甚麼辦法可以保住她的命? 你直接搞死她的小鬼就行了 或者,或者像上次宋婉賢那樣 把那小鬼在她身裡逼出來,可以嗎? 如果直接斬殺這隻鬼仔 黃華也有可能會馬上死 只能把她拔出來 但是,我剛才試過了,我不夠力了 說實話,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下 聽到蕭瑩用這麼一本正經的語氣 說她不夠力的時候 張浩的五官還是瞬間忍不住飄移了一下 不過,只是一瞬間 張浩立即收拾情緒 她想了一下之後,直接在這裡說 好,這樣吧,我來幫你吧,蕭瑩 你拔著她,我幫你一齊 動作要快 如果不是黃華死了,怎麼都來不及了 張浩她說說說 就打算停下急救黃華的動作 想走到蕭瑩旁來 但是,就看到蕭瑩很拒絕的表情 張浩微微皺了下眉 她很不理解地看著蕭瑩 蕭瑩就臉無表情地看回她 用肯定的語氣跟她說 張浩,如果我告訴你 這一切的事 很有可能真正的目的 都是你身體裡的淚氣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張浩華看內的鬼仔猛出來 而我的運動神經 沒辦法確保在一瞬間斬殺了她 這樣的話 她有一半的可能性 是會捐入你的身體裡的 以我現在這樣的水平 根本就應付不到這種情況 就算是這樣 你還願意做這一切? 而面對蕭瑩這樣認真細緻 分析到綿綿區道 甚至可以說是理智到 近乎冷血的問題 張浩並沒有回答 而是在蕭瑩有些驚訝的眼神之中 她直接用行動作出回答 蕭瑩說話剛剛說完都未夠一秒 張浩就快速走到蕭瑩的後面 然後她就好像對待珍寶一樣 從身後很實地握住蕭瑩對手 很真誠地說 不管的結果如何 我們先開始了 蕭瑩 契粉 第210集 蕭瑩的感覺 蕭瑩 Labor Day 而同樣又一次體會到 這一幕這麼熟悉的事的張浩 也有點懵地摸了一下他胸口的位置 不知為何 張浩突然之間很害羞地笑了一下 他看著蕭瑩試探著地問 蕭瑩 你看看 我現在又來一件新的 你是不是和我鞏固一下你之前落的那個契約好些 說說張浩的語氣之中 竟然還帶著一些期待 和很得緒的樣子 完全都不怕過 蕭瑩涼淨淨地看著張浩 冷笑著說 哼 不用呀 不是喜歡做英雄嗎 死了就罷手了 而且呀 禍害為千年 好像你這天這樣的 賢王爺都不收呀 可能是感受到蕭瑩開始發怒了 剛才還嬉皮笑臉的張浩 慢慢就正經了 停頓了幾秒之後 他認真地看著蕭瑩 微微苦笑著在這裡說 對不住了蕭瑩 我之前還說要成為你可以依靠的人 還說要你多給我一次機會 但是現在我居然有張辦案放在第一 唉 我這樣的人是不是不太適合託父終身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 托父終身 誰要你托父終身呀 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大家都是成年人 什麼年代呢 玩一下不行呀 一瞬間 張浩所有甜蜜酸劫的小情緒 全部都收起來了 呵呵 這個是個渣女來的 玩一下 玩你的死人頭呀 所以說呢 千萬不要靠近蕭瑩 會變得不幸的 不過 說笑就還說笑 少瑩認真地看著張浩 她揍著微微在這裡問 你現在 有什麼感覺呀 張浩轉了下頭 不是跟上次一樣咯 進去之後 沒什麼感覺呀 那你現在 可以見到些什麼呀 講講下 笑瑩指了下左邊 又指了下右邊 張浩又搖了下頭 嗯 看不到呀 笑瑩批了下頭 那好啦 暫時是這樣先啦 這一趟結束之後 你去圓門內部的醫院 查清楚一點啦 哦 好啦 跟著下來 兩個人把視線看著黃華 張浩看著 雖然還沒死 但是已經暈了的黃華 忍不住就問了 嗯 是呢 你剛才問到哪裡呀 不是 就抓霍九雲的下落 和她背後的人咯 這樣啦 你帶著這兩個人離開這裡 我懷疑這個硬縮陣有問題 會對你產生影響的 這裡的磁場都有問題 用不到手機 你下去之後 第一時間叫霍師兄他們過來收尾呀 聽到笑瑩這樣說 張浩批了下頭 只不過 雖然就批了下頭 但是張浩的腳步 就怎樣都拿不出去 見到張浩這樣的樣子 笑瑩難得地解釋了一句 沒事的呀 你如果不放心的話 就重新把黃華綁起來 這裡已經沒有其他鬼了 現在這裡唯一的麻煩 就是這個震法 它會快速地收集淚氣 一旦有亡魂產生 就特別容易滋生大鬼了 不過這些對我來說 我也沒怕過 聽到笑瑩這樣說 張浩就放心了 她重新把黃華五花大綁之後 又轉頭 心情地看了笑瑩一眼 帶著一直在沒有多遠處 等著的黃鴨和王府 離開了這個天險之下 就在張浩帶著人離開的時候 笑瑩亦都在背後 靜靜地觀察著她的背影 樂神就問了 張小郎君是否有什麼問題呀 聽了樂神的問題之後 笑瑩拎下頭 過了一陣子之後 她又摸下頭 對於笑瑩這樣的表現 樂神就很疑惑了 在這個時候 一個人站在懸崖之下 那個平台上的笑容 在張浩徹底離開她的視線之後 終於都收回眼神 她說了一句 就在剛才 隨著張浩的離開 這個地方的淚氣 已經全部被她抽走了 說了 講講一下 好像又真是 張浩離開之後 這裡的風聲 都溫和過之前很多 就在這個時候 笑瑩突然之間 想起一件事 如果說 黃華身體裡的鬼仔 如果是要通過最終的血制 才可以擁有先隔 那這個時候 鬼仔就在張浩的身體裡 張浩又帶著黃鴉離開了 那會不會 想到這裡 然後 笑瑩立即燈大了對眼 第211集 這個時候 張浩一個人 帶著黃鴉和黃虎離開 她手腳麻利地在前面帶路 雖然 黃鴉和黃虎 因為黃華兩仔爺的關係 就已經 不是第一次走這條密道 但是 她們對於張浩這個外來人 竟然有這麼好的身手 還是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而她們 從張浩那隻鹽片魚之中 已經知道 一直想要害她們的人 現在就已經不再具有危險性了 被囚禁了很久的黃鴉和黃虎 她們現在雖然不能選擇 只能跟著張浩快速地行進 但是她們的心情 還是十分激動 山裡的路很滑 在這裡緊張地趕路的黃鴉 不小心腳底一線 在她身後的黃虎 看到妹妹跌倒之後 第一時間就衝上扶著她 只不過還是慢了一點 不過幸好 黃鴉自小 都在山裡大 手腳比較靈活 她一手撐在石上 就穩住身形 就在黃鴉笑著 對著一面擔憂的哥哥 黃虎 握了下手 表示她沒有什麼事 可以繼續走的時候 黃虎無意之中 看到了黃鴉的手掌心 丫頭啊! 你隻手流血了! 聽到黃虎這樣說 黃鴉都惡了一下 不過她很快就反應過來 她看了一下 被石頭戒損的手心 和滲出來的血跡 沒有所謂地說了一句 沒事的 我們快點走吧 我在這個地方 我才覺得不舒服 聽到黃鴉這樣說 黃虎都不夠膽擔角了 轉身就打算走人 但是 就在黃鴉和黃虎 同時轉轉身的時候 就看到了 已經停下腳步 食不甩地看著他們的張鴉 黃虎就有點不好意思地 拗了下頭 哈哈 不好意思啊張大哥 下頭她剛才跌了一下 挖破了手 不過已經沒事了 我們繼續走吧 聽到黃虎的說話之後 張浩她並沒有繼續向前走 而是 向著黃鴉和黃虎的方向 走了過來 張浩輕輕地說了一句 哦 你戒掉這隻手啊 怪不得了 我就說 為什麼總是有點不對勁呢 然後 在黃虎疑惑的眼神之中 張浩越走越近 直到黃鴉突然之間 很驚恐地喊了一聲 咦 我哥 你快點看看 張大哥的眼神 已經全都黑了 聽到黃鴉的說話之後 黃虎忍不住 看了一下張浩 她見到這麼反常的情景之後 兩兄妹很害怕地對視了一眼 然後 他們毫不猶疑地 向著他們剛剛離開的方向 轉身馬上跑了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時候 他們心裡唯一的想法就是 快點去找剛才那個 那麼陰森的女生 她肯定有辦法 只不過 就算是常年在大山之中長大的 身體比較好的小孩 在這個特種兵出身的張浩面前 還是欠缺點料的 很快 一直在身後保護著黃鴉逃走的黃虎 就被張浩毫不客氣地撲到地 張浩一個手刀劈下去 黃虎甚至想叫黃鴉快點走 都未來得及喊出來 就已經反白眼 暈倒了 黃鴉見到她哥哥 面對著張浩毫無招架之力 她怕得整個人都發泰騰 但是 在接觸到張浩看過來的 試血的目光的時候 她仍是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一摸一摸地 向著懸崖之下的方向跑了過去 但是 對於黃鴉來說 這場奪命追逐戰 就好像已經過了整個世紀一樣 但其實 連一分鐘都不夠 她就已經被後面跑上來的張浩 很大力地壓在地下 然後 黃鴉好像見到了 張浩從後腰那裡 掃了些什麼出來 打了個轉之後 就握在手裡 搬隨著 張浩冷默到極致的表情 黃鴉終於燈大了對眼 看清楚了 那個 不過 是一把風利無比 閃著寒光的匕首 黃鴉怎樣都想不到 這份劫後餘生的慶幸和後怕 過去了都未夠一盞茶的時間 這種憑死的恐懼感 又向她撲面而來了 甚至 比起剛才的黃鴉 這個時候 眼前 這個瞳孔是黑色的男人 比她的恐懼感和壓迫感 是更加強烈的 黃鴉根本上 連看她一眼都不夠膽 男人手上的匕首 好像突然之間 接觸到山中那種 冰冷的寒氣一樣 看上去 簡直就是 啵啵啵啵的樣子 黃鴉在這個時候 已經徹底地嚇到 整個人都懵了 她真正地見識到 什麼 才是真正的可怕 就算 是那隻帶著鬼仔的黃鴉 都不及張浩這個時候 萬分之一的驚悚和窒息感 就算是和張浩平水相逢的黃鴉 在這個時候 她覺得 自己已經聞到 張浩身上 曾經有過的 濃濃的血腥味 和那種嗜血的氣息 張浩面無表情 握著手上的匕首 靠近黃鴉的頸 黃鴉已經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次 她 是必死無疑的了 就在她 惡膏頭 靜靜地等待著死亡到來的時候 她聽到了 一把很意外的聲 走啊 黃鴉 黃鴉終於反應過來了 她很害怕 用對手撐在地上 後退了兩步 這個動作 似乎 又不小心拉扯了 她剛才被戒損的傷口 啊 就在黃鴉 就在黃鴉覺得很痛的時候 眼前 這個叫她走的男人 似乎又開始 散發出相當之海人的氣息了 黃鴉 非常缺絕感 眉上眼 靈轉身 向著懸崖之下的方向 跑了過去 黃鴉終於意識到了 眼前這個男人的目標 好像跟黃鴉一樣 都是她啊 只要她走了 黃鴉就很有可能 可以脫離危險的了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她一旦走掉 找到人的話 她和黃鴉都可以有命生存下去 這樣想起來 黃鴉出行全力地 就想著向前面跑了 但是 就在她遲疑的那一陣 那個 說過要放她走的男人 在經歷了一番的掙扎之後 又開始對她追擊了 這個時候 陷入絕境的黃鴉 突然之間 聽到了一聲 好像來自天使一樣 聖結 而有佛光普照的聲 喂 張鴉 你當著我的面 就敢迫向其他女人 你是不是想死啊 我說就跟你玩一下 你現在當真啊 豈有此理 你看我如何制泡你 唉 唉 唉 第212集 都不知道 是不是這位暴躁天使 在線法郎里的聲音 太過具有震撼力呢 黃鴉就明顯感覺到 背後那個人的動作慢了下來 閃閃眼的時間 黃鴉終於跑到了那個女生的身後 靠近她之後 黃鴉就好像見到救命稻草 一樣 不斷握著蕭瑩的肩膀 她很害怕的說 小姐姐 張大哥她 好像被什麼控制了 她的眼屈全部都黑了 而且 她還想攻擊我 說說一下 七鴉 番煮相被融衣 少才看見 黃鴉 好香啊 笑傲願閒了肩膀 她就看着黃鴉 片段發先 看見黃鴨握著她肩膀時 留下血跡在她粉紅色的羽絨衣上 懵懵懵懵的黃鴨 她注意到蕭瑩眼神時 還以為是蕭瑩嫌棄她 搞砸了她的羽絨衣 有點不好意思地 鬆開手剛剛想說 但想不到 蕭瑩一眼就抓住黃鴨 那個握損了出血的手 拿到眼前認真地研究一下 甚至還拿來嗅一下 這個時候 蕭瑩看著黃鴨的眼神 都變得不可思議了 她暗暗沉沉地說 嘖嘖嘖嘖 難怪要用你的血來做血制 對於蕭瑩的反應 黃鴨呆了一下 不過很快 她們就發現 剛才因為看到蕭瑩到來 發生偶鬥的章號 已經又有動作了 蕭瑩放開了捉住黃鴨的手 她盯緊走過來的章號 對著黃鴨就說了 黃鴨 快點走下山 黃鴨在那裡 你下山之後 叫和黃鴨在一起的那些人來我這裡 記住啊 動作一定要快 就算我的本事可以通天 但是 如果眼前這個男的一拳鐘過來 那我就死定了 所以這一次沒有人可以幫到你了 你必須要靠自己 才可以救你和你哥哥啊 講講下 對於一直都沒有反應的黃鴨 蕭瑩皺了眉頭 她好嚴肅地望了她一眼 語氣非常正中感 又問了一句 你明白沒有 對於蕭瑩這樣的神情 黃鴨後知後覺感 露了下頭 然後她就好像終於都大夢初醒 堅定用力地地在這裡露了 然後就一扑一扣地走不走 張浩和蕭瑩兩個人留在原地 你眼望我眼 在確認黃鴨已經離開之後 蕭瑩慢慢望著眼前這個 不知道還是否張浩的男人 有意思的是 在見到蕭瑩之後 這條腦也就放棄了對黃鴨的追擊了 她只是直不甩地看著眼前的蕭瑩 好像對她充滿興趣一樣 這個一直以來都非常陽光的男生 在這個時候 竟然散發出非常冷硬又驚悚的感覺 蕭瑩從來都未試過 在張浩面上看到這樣的表情 是什麼表情呢 就是那種 那些某某動物看到獵物的時候 那些 這樣的表情 嗯 看到這裡 蕭瑩無奈地揪著眉頭 還未等到蕭瑩開聲 眼前這個男人 就已經向著她走過來 蕭瑩都未反應過來 這條腦 她就捧起蕭瑩的臉 雖然 把嘴巴紅了 就想親一下她 噢 噢 她還未得手 就聽到了 啪一聲 真是好鬼死大聲 這一巴掌聲過去 直接把對面那條腦蓋醒了 張浩尼雲整個人都清醒了 她有點疑惑地搖頭頭之後 眼神終於都清明起來了 她懵懵地看了一下蕭瑩 又四周圍看了一下 奇怪地問 啊 蕭瑩啊 嗯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黃鴉和… 講到這裡 張浩的視線 剛巧就見到了 沒有多遠處 爬了在地下的黃鎚 啊 黃鎚她做什麼事啊 蕭瑩順著張浩的視線 亦都望了黃鎚一眼 淡定地說 噢 你打的咯 對於蕭瑩的說話 張浩真的不太相信 不過都還未完的咯 面對著 好似飲大了 斷片的張浩 蕭瑩一面淡定地 又在這裡說 你不單止一夜 劈魂了黃鎚啊 還張黃鎚 整個人 拐在地下 想追人家 咩咩咩咩咩咩啊 蛤 張浩聽到這番說話之後 她的表情就更加不可思議了 蕭瑩鎮定地摸了頭 然後又說了一句 啊 你剛才 你剛才 還想強敏我 真是想不到啊 張浩 你那頭才撲完他 你那頭還想咀嚎我 嘖嘖嘖嘖 真是渣男來的 蕭瑩一邊說 一邊就好嫌棄地摸了頭 話說話 件事都說到這樣的地步了 張浩反而就好坦然啊 她甚至還腦迴露 清奇地問了蕭瑩一句 哦 那 我強敏有沒有成功到啊 沒有啊 被我兜巴星刮醒了咯 唉 那真是可惜了 呵呵呵 張少爺的腦現在 已經是被蕭瑩大歪了 不過呢 短暫的沉默之後 張浩就靜靜地 開聲問蕭瑩 蕭瑩啊 我剛才 是不是失控啊 嗯 那 那我 有沒有傷害到其他人啊 目前唯一的受害者 就是王虎了 嗯 估計啦 她最起碼都要睡米鏡 一頭半個月啊 我建議你也是私了啦 如果不是啊 你會被人記大過的 嚴重的 嚴重一點的話 還會成為 實驗室裡面的白老鼠的 聽到蕭瑩這個時候 竟然還在說笑啊 張浩就失笑出聲啦 蕭瑩就一面嚴肅地看著張浩 我不是說笑的 噢 我現在非常相信 你是認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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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